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集结的意义 我们先看这个图 这里有一个电梯小姐她说 上下楼一趟只要100秒 是目前全国最快的电梯 那么她又说 本电梯上楼的速率 每秒两层楼 下楼每秒三层楼 那这里两个句子 其实就藏着两个方程式 那我们要怎么列出方程式呢 我们就来先做假设 假设上楼我花了x秒 下楼我花了y秒 然后电梯小姐说 上下楼一趟只要100秒 也就是说 如果我把上楼的秒数 跟下楼的秒数做相加 就会等于100秒嘛 那我就列出第一个方程式了 那我前面有假设 上楼花x秒 下楼y秒 其实可以套到另外一句话里面 做出另一个方程式 我们怎么列 电梯速率上楼 每秒两层楼 我花了x秒 也就是说 上楼会上升2x层楼 电梯速率下楼 每秒三层楼 那我花了y秒 就代表说 电梯从顶楼 总共下降了3y层楼到地面嘛 我们就可以列出方程式 2x层楼 和3y层楼 是一样的 因为我搭到顶端 搭了2x层嘛 下来 我搭了3y层楼嘛 他们一定会相等 所以 我们再进行移向 把3y移向过去 我们就可以得到 2x-3y等于0 那么这两个方程式 我并列写在一起 写成上下 那我前面再给一个 这个像大括号的符号 我们就称为 二元一次的连立方程式 它是由两个 二元一次方程式 利用这个连立的符号 所组成的 这就是二元一次 连立方程式哦 像前面我们说的 两个二元一次方程式 并列 然后表示这两个方程式 都要符合的式子 什么叫都要符合 像前面电梯小姐 说的两句话 它不可能用自己的话 打脸自己的话嘛 所以代表说 它两件事情 是同时符合的嘛 那我们就会说呢 它就是一个 x值和y值的 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 它同时会满足 两个方程式哦 那或者是说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 x与y的二元一次方程度 而同时能符合 这两个方程式的解呢 我们就说这是二元一次连立方程式的解 那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用前面电梯小解的那个连立方程式来做例子 如果今天x等于60 y等于40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给代入进去 它的连立方程式 它两个方程式分别为 x加y等于100 以及2x减3y等于0 我们将它代入 那我们会得到怎么样的事情啊 代入第一个方程式会得到60加40嘛 刚好就等于100 可以使得这个方程式等式成立 那如果我代入第二个方程式呢 我们会得到2乘上60 也就是120 那么以及3乘上40也是120 相减后也是等于0 所以可以同时符合这两个方程式 我们就说x等于60 y等于40 为这个连立方程式的解